大家會不會覺得 就是在台北這麼久 每次看到眼前這一大片山 都會覺得很美 很好奇 所以常常想說 如果能走一次陽明山大眾走 那應該很不錯 你看是不是站在台北的高處 看遠處非常的好 所以我就真的早一天來走一次 陽明山大眾走 從東向西 然後這段路可以撿10座山 然後整整走完 大概是10到12個小時 那沿途你可以看到很多美景 硫磺的低熱景區 然後當然還有一群可愛的牛群 但那天我們沒有走完 不過那天我們走到這裡 從大臀南風到西風的一個交叉口 然後那天我們其實體力透支走不下去 我們就放棄了 所以我決定再衝一次陽明山眾走西段 那陽明山大眾走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爬累了 然後真的不想走想放棄 隨時下山都有出口 不像是河灣山西北風 那真的是要命 這也是我為什麼要做這一集的原因 就是如果你要來陽明山大眾走 一定要知道 大魔王就是從下七星山主峰開始 好那剛好今天想要測試一下 如果想要來陽明山大眾走的人 建議要不要從西段開始 我想說如果從西段開始一直走到東邊 會不會是先苦後乾的感覺 幸好啊之前已經有一次經驗了 所以這一次啊一定要換上雨鞋 幾點起燈 從起燈出 開始 就是有一個很長的步道 等著你 好剛講說啊就是這個影片是要給 準備來走陽明山大眾走的人 先看看最難的大魔王 但是我覺得啊 有一個東西還蠻好玩 就是如果你們對這一段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先單獨走這一段 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啊從安部要走去大豚山啊 一開始就有一段非常非常厭世的步道 所以想跟大家說 這個一定要準備好 不會騙你 這個 然後還有年輕人 雖然感覺拿登山杖 很像很很low很老 相信我後面 我需要這一隻 好的 那步道走下來啊 有沒有看到 往這邊 對我記得 因為大豚山主峰啊 就是會經過一段這種柏油路 好了好了 到了到了 七星山 一般人家不是有能力的一天走了 這邊鬼混了很久 8點14分 然後往南峰走 唉 大魔王 開始 南峰西峰 往左 哦 1.2公里 好 這邊有一些 近道哦 攀登繩索的時候 限制十人 應該不 今天應該只有我一個人 嗯 好 的確啦 這個真的是要小心 上次爬那個 南峰 到西峰的時候 太突然我就覺得 很可怕 有摔了一下 但還有沒事 天山南峰 九五九 然後有一個展望 那因為他這裡就開始會有繩索 所以你手如果會害怕痛 你就記得戴手套 好 那為什麼不戴呢 因為像我們這種老皮 還可以 好各位 像這種 往下的時候啊 因為如果你 就是 正面往前啊 毛巾怎麼這樣 正面往前 你可能會比較難走 所以建議就是大家倒著 倒著拉 會比較好 你就慢慢拉 慢慢走 像這樣子 然後 注意啦 就是 這個石頭啊 雖然看起來很像不是濕濕的 但是他還是滑的 一點點滑 所以 一定要每一步都抓緊 否則這疊下來是很痛的 他的那個深度啊 都會有不規則 所以會比較難 你看 像我說的 如果這沒有縮短 你就一直卡住 那這時候就把它縮短 像這個泥巴都會滑 所以盡量不要踩泥巴下去 一定要去踩濕口 絕對要踩濕口 那這時候就要去踩濕口 好啦 今天又到這個交叉口 但今天的狀況是好極了 所以 一定是往西風走 走吧 目前是1.0公里 然後 到西風1.2 所以 剩200公尺 那200公尺聽起來很短 但是 有攀爬的都是長啊 大臀 大臀 西風 大臀 西風 有展望 哇很美 往那邊過來的 好 繼續往這邊走 喔 我剛查了一下 那邊就是向天山耶 應該沒有查錯 好 好 往這邊下去 喔 好大的毛毛蟲 你看它 而且似乎很像有一隻 昆蟲在打擾它 你看 喔好酷喔好大喔 真的好大 然後登山口 應該是往這邊 這邊 那這邊的涼亭 喔我剛以為那邊是飲水漆的耶 想說怎麼會在就不是 所以這位大姐 跟我講說 往那邊會比較繞路對不對 對 繞很遠啊 喔 你有沒有看這邊 哇 真的耶 登山 登山 1.0 是耶 還好你有跟我講 200公尺啊 欸對耶 200公尺左邊 因為的話我要 好 好 謝謝你 好 這裡 真的 果然是 往這裡 麵天山 600公尺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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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公尺的階梯 也不是開玩笑的 等一下會往向天山 400公尺 看一下 現在是 麵天山 977公尺 還不錯 所以各位夥伴們 你們只要看到這個這兩面 反射板 反射板這兩面 就是 麵天山 這裡蠻特別的 這裡就是台北跟新北的交接處 但事實上哪個地方我有點不知道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丹水盒 然後你看這條盒 有點看不到對不對 他就是意思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因為今天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霧霧的 應該不是我的鏡頭 我現在現場看起來是霧霧的 好啦 向天山 4公尺 4公尺 向天山 949 好 好樣的 沒有展望 也沒有遮蔽霧 好 來 前面應該有 我們去前面一下 好 大休息到12點 就是我現在就是要往回走 那現在往回走一個好處就是 我就不會邊拍邊錄 我會定點式的跟大家 回報時間 跟有沒有特別感覺 那最後面最後面再看看 往西到東走 會不會比較好 好 那我們就來走走看 12點11 麵天山 1點34分 到了大屯西風 2點 到了這個南風 回來了 2點58分 總共走了快3個小時 這個風吹得真爽 夥伴們 能看到這裡真的是很有耐心 那我相信就是你會看完就是也想知道說大屯山 到底有多刺激 那今天大家看完之後 簡單做個小集啦 我真的覺得說 現在不是從東向西或者西向東 來個比較簡單 對我來講啊 就是因為兩個地方都走過嘛 而且大屯山這次我是來回 我發現啦就是說都是一樣累 因為你要怎麼上就要怎麼下 怎麼下就要怎麼上 所以我覺得道不如啦 就是說你們想挑戰 但是覺得一天走完太矜 可以學我這樣子 就是第一天走到七星山 下去小油坑休息一下 有體力走一下 然後不行就折返 這麼簡單 因為山就在這邊嘛 很好玩的 有點累 但是相對有點小成就 然後記得提醒大家就是水 因為我本來想說就是來回應該兩千五左右啦 那我帶這個大概兩千二 那我良心就是帶個三千 如果要走來回的話 一趟應該是可以 然後因為我 我有外加一罐運動飲料 那也喝完了 那現在就是走完 那也順利完成 那就是 希望大家看完這個影片 就可以大家知道 怎麼去規劃你的重走 好啦 那下次就是去多 下次還會多分享爬山的一些 好玩的或者美景 然後還是那一句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 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邀他來重走 楊明山 好下次見 Bye